XO-CBX经纪公司IMB100召开紧急记者会 声称出了SM不公平对待 表示去年6月XO-CBX采取法律行动 成功终止专属合约 并透过与SM娱乐联合声明向公平贸易委员会 提出申诉后协商解决纠纷 根据当时的协议艺人的活动 以及XO-CBX的名称 都是透过IMB100进行 但SM公司似乎无视协议 并要求给予艺人活动销售额的10%收益 对此IMB100已经发出证明 但SM两个多月没有回应 只好发表举报 SM娱乐公司违约事实的记者会 这让网友们也感到惊讶 纷纷问到CBX个人活动利润到底归属于哪方 也有网友认为CBX应该像Dio一样 干脆就不要和SM续约 才不会一直有合约争议 也会让粉丝觉得很心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